今年的马德里大师赛 二哥张之珍已经成了中国内地男网一个特殊的符号 他让内地男网第一次在重大赛事中没有提前掉队 而是坚持到了最后 独自扛起中国男子网球军团正面大旗继续前进 在本届马德里大师赛破纪录打进32强后 张之珍引发舆论热议的同时 也让很多球迷和网友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 张之珍挑战英国一哥诺里难有胜算 32强将是他在马德里创下的最佳战绩 内地男网二哥的马德里传奇之旅将戛然而止于诺里 不会再有什么新的惊喜了 但是在今天马德里大师赛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焦点大战 张之珍的传奇之旅并没有被终结 已成黑马的二哥仍然有继续往前狂奔之势 同诺里隔往相对时张之珍的不被看好 从他手盘迅速的以2比6落败后就已经开始了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 世界排名第13位的英国一哥 就是横在张之珍面前的一座大山 他第二轮爆冷COP 30球员莎波瓦洛夫 有幸运的成分 想连续爆冷高排名球员 这个希望有些不太现实 从张之珍输掉第一盘的比分 就能看出两个人之间的实力差距极大 让人意外的是 后两盘张之珍的表现越来越好 最终通过双抢7逆转 战胜了实力强大的英国一哥诺里 首次在大师赛打进16强的同时 也继续书写着中国内地男网在大师赛的这段传奇 虽然张之珍之前已经在马德里大师赛创下了多项新的记录 但是赢下对阵诺里的这场较量之后 我们还得继续夸夸二哥 职业生涯首胜世界前20球员 首位打进大师赛16强的中国内地男球员 等等 赛前我甚至没想过我会出现在马德里的第二周 现在我做到了 今天是星期一 我至少要待到新 7三了 我很惊讶 这是一场很大的胜利 我赢了二个抢7 通常抢7 我输得比赢得多 对于自己能改写中国内地男网历史 张之珍赛后非常兴奋和激动 不仅当初外界不会相信 他会成为中国男网今年马德里大师赛 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 二哥本人也对自己能够拿下诺里 感到难以置信 对于张之珍拿下英国一哥诺里 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表现 赛后有网友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张之珍这次在马德里的黑马之旅 会让中国内地男网在2023年迎来全面的突破吗 其实新赛季迄今为止 中国内地男网的表现已经大大超出了外界的预期 全面突破已经实现了 中国内地男网在新赛季的第一个突破 来自于商俊成在奥网从自隔赛一路打进正赛第二轮 商俊成的表现之所以令人惊惊乐道 原因在于奥网一直被外界视为中国网球的腹地 李娜和张帅的职业生涯重大突破均发生在奥网 而男网却一直无法在奥网突破正赛首胜这道关口 没想到商俊成却在今年实现了 让人意外又惊喜 第二个突破来自吴易炳在达拉斯拿下职业生涯的 第一个巡回赛冠军 他的这个冠军在弥补了中国内地男网无寻回赛冠军 这个空白的同时 也让他顺势取代了张志珍的内地男网一格之位 外界很多人原以为 吴易炳为内地男网创下的这个新历史 将成为中国男网的最高光时刻 短时间之内谁也很难抢走他的风头 不曾想在中国网球军团多达七人 在马德里单双打赛场全部失手之后 张志珍却真正成了全村最后的指望 从成为中国内地男网打进大师赛第三轮第一人 到今天成为打进大师赛十六强第一人 张志珍不停地在刷新着自己在马德里 为中国内地男网创下的多项记录 已经成了当前关注度最高的中国男子球员 风头盖过了内地男网一格吴易炳 张志珍在马德里不断为大家制造惊喜的背后 中国内地男网的喜事还没完 原中国内地男网四哥布云朝科特 在ATP挑战赛CH125首尔战 以黑马的姿态 一黑到底拿下了最后的冠军 实现个人职业生涯重大突破的同时 布云朝科特的世界排名也一举超过商俊成 容身为新的内地男网三哥 中国内地男网排名前四名的球员 纷纷实现了重大突破 这种盛景真的是前所未有 也让外界开始对中国内地男网接下来的表现 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尤其是已经在马德里大师赛狂奔起来的张志珍 凭借拿下诺里的这场胜利 张志珍的及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89位 刷新了个人曾经创下的第91位最高排名记录 下一轮张志珍将对阵美国一哥福里茨 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焦点大战 现在很多球迷和网友均看好张志珍能打进八强 给出的理由是福里茨并不擅长红土作战 张志珍能在马德里大师赛打到这种程度 算是已经彻底抡开了 势不可挡 对阵当前状态和士气都处于最佳的张志珍 福里茨自然不被看好 他是一位顶尖球员 当然这会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我会努力做到最好 竭尽所能去战斗 谈到即将挑战福里茨 张志珍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月亮和的星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